刚子讲故事 刚刚有意思 各位伙伴大家好 欢迎来到故事刚刚好 我是刚子 最近咱们一直在说这个四大名著 这都是大部头的 写的也都挺精彩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一下 我觉得西游记是 苦练七十二遍 笑罪八十一难 那三国写的是啥呢 争 你看老话说 乱世出萧雄啊 世道那么乱 咱先不说什么建功立业呀 就光为了活命 你就得去拼 去搏 去奋斗 水虎呢 这个故事 我看归纳起来就一个字 义 义气的义 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快义江湖 七千行道 酣畅淋漓 《红楼梦》呢 他写的是个情 哎 整本书你看 他就拿这个宝袋拆 仨人 感情当主线 给串联起来的 打赛 公认的四大名著之首 就是这本《红楼梦》 真上的锅上 你到哪儿去呀 我回家去 我跟你一块儿去 那我死了呢 我坐河上去 怪不得她们拿姐姐比杨贵妃呢 真是太妇态了 娘 一本儿女情长的书 你要是说 就拿它当一本言情小说看的话 那把这个就是读浅了读错了 今天咱们就先给大伙说道说道 这《红楼梦》 为什么是四大名著之首 首先它是唯一一本 以女人为主的书 你看另外三本写的 是不是写的都是男的 第二一个 它塑造的人物很真实 什么叫真实呢 就是它不是脸谱化的 不是简单的能用好人坏人 这么区分开 不是 这一点就跟我们现实中的人性 特别像 余寸 你跟中顺府还能说得上话 有什么事还得劳你多多斡旋 不劳丰富 所以说从文学艺术这一块来说 确实是比另外三部要高一点 第三 围绕着《红楼梦》 衍生出了一个特别庞大的群体 这个群体干什么 就专门研究考证这《红楼梦》 这大伙都知道起个名叫《红楼梦》是吧 这个团体又多着人呢 这个要说成千上万都是搂着说 没忘多了说 而且粉丝的质量特别高 基本全是大文豪 大学者 你看 往远点说 王国伟啊 胡适啊 蔡元培 往近点说 冯西雍 蒋勋 刘心虎 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说怎么这么多人研究这《红楼梦》呢 那是因为啊 这书啊 太难读懂了 这书里头让人琢磨不明白的地方太多了 引发的争论也从来没停过 这其中最大的争论 就是这本书到底是谁写的 作者是谁